大校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军衔 目前有大校军衔的国家很少 主要集中在中国朝鲜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 而欧美的军衔制度中则没有设立大校军衔 在上校和少将之间的军衔是准将 那么大校军衔在部队里面究竟属于什么级别呢 如果对比中国和欧美国家的军衔 中国的大校其实是可以对等欧美国家的准将 然而大校和准将听起来好像中国的大校们平白无故 比欧美准将低了一头 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 其实就有一些军队之外的因素了 在军衔上我们消明确一个概念 那就是对于军队而言 得先有了职务才有军衔 美国军队较为集中 联邦军队基本掌握在联邦政府手里 而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军衔制的时候 才经历了和苏联交恶全民皆兵的局面 全国各地集市到处都是守备区 随随便便都能拉出一两个师长级干部来 如果中国没有设立大校军衔 而是设立准将军衔 那各地集市守备区军区 就会有几百号的准将 且中国当时是有大量民兵师的 为了防备苏联 中国可谓是全民皆兵 国内登记在册的民兵师部队 在最巅峰的时期就有数千个 如果是个师役级干部就给准将级军衔 那中国单是准将 都够组合好几个集团军出来了 因此在1988年中国恢复军衔制的时候 为了减少将军的数量 便并未设立准将军衔 而采用的是大校军衔 此外从效果来看 设大校而非准将也有很大好处 俄罗斯在建军过程中 采取了一个和中国差不多相反的路子 那就是高军衔低职务 俄罗斯军官的军衔通常都是虚高 比如说一个基部旅的旅长可能就是准将 一个师的师长可能就是少将 在俄罗斯这里军衔更多是作为一种 荣誉称号性质的东西 很多对俄罗斯立功的人 没有军队职务也会有高级军衔 比如说此前帮助俄罗斯拿到克里米亚的 克里米亚检察长 纳塔利亚·波克隆斯卡亚 就曾被普京授予少将军衔 于是每当俄军陷入战争泥潭时 就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那就是俄军某个旅的旅长被击毙后 俄军战报中就会出现某某准将 甚至是某某少将被击毙的情报 在俄乌冲突开始后 俄军已经有不少将军阵亡了 可实际上这些将军的职务并不算高 但高级军衔的拥有者阵亡 对于俄军士气以及俄罗斯国际形象的打击则非常大 在中国军衔已经和职务高度挂钩 以前解放军为了消除官兵隔阂 一度处销了军衔制 后来对越反击战中的小规模混乱 证明了军衔制在战场上的重要性 1988年解放军恢复军衔之后 推行的还是一贤挂三职的制度 也就是一个等级的军衔 可以在三个不同等级的职务上挂着 比如说一个大校级别的军官 他既可能是一个师长 也可能是一个团长或军长 但这种一贤挂三职的制度 也会带来一定的混乱 所以后来2016年的军队 现代化改革中 解放军开始一贤挂一职 让职务和军衔高度绑定 目前中国大校级军官 基本都是副师级或者是正师级的干部 比如说航母舰长是正师级的职务 那么其军衔就是大校 我国合成旅旅长是副师级干部 其军衔也是大校 我国集团军军长以及副军长 军衔就是固定为少将了 不难看出 现在我国军衔和职务的等级化粪非常明确 这样有助于在战场上迅速找出化石人 高等级军官也能够凭借军衔 迅速镇住场子带领部队 同时因为大校这一军衔此后固定下来 中国也就彻底失去了设立准将军衔的土壤了 另外和2016年军改之前的大校 以及和国外的准将相比 中国现在的大校其实非常难当 因为随着中国合成化改革 大校级军官指挥的部队 在结构复杂度和指挥难度 相较于以前和国外 那是成几何倍数的提升 以前中国一个旅的旅长 基本也就考虑一下步兵火炮 以及坦克之间的配合 但现在一个合成旅 要考虑到工兵防空后勤志愿等等细节 这都是以前师长 甚至是集团军军长干的活 现在的解放军合成旅 放到上世纪 那就是一个小集团军 在以前也就师长甚至是军长 才能得行应手的指挥 和中国相比 全球也就美国的陆军合成化部队 有这个复杂度 就连俄罗斯的BTG改革 也都不过是部队的机械化罢了 因为军队指挥的复杂程度 选拔大校的门槛直线提升 虽然也有裁军的关系 但现在中国的大校数量 相较于上世纪 明显少了很多 同时我国高级军官的系统性培养 相较于上世纪 也进步了很多 现在的合成旅旅长 放到上世纪 那都是能独当一面 指挥一个师 甚至是一个军的人物 不难看出 中国在军衔制的态度上 希望我国的军官们 是呈现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 毕竟如果金字塔尖太大 对于基座来说 就会有很大压力 就比如说英国陆军 全军将军级军衔有250多个 但全国服役的主战坦克 才150来辆 将军比坦克都多了 这样的军队结构 无疑是不健康的 甚至可以用 冗余的官僚集团来形容 中国解放军要打仗 要打胜仗 就必须保证 军队军衔制度的合理性